新鮮海鮮 在悉尼要吃到最新鮮的海鮮 當然要去南半球最大的漁市場 食尼漁人碼頭 每天都在澳洲不同的地方 運送新鮮海鮮去到漁市場 場內有過百款海鮮 令人食指大動之餘還花多眼亂 真的隔著眼睛都流口水 冰櫃放滿了不同種類的新鮮海鮮 像蝦、蟹背殼類 還有多款生蠔和海鮮拼盤 淡淡肉的蟹腳和蟹鉗 蟹癡必食 還有即叫即開的原隻海膽 真是超新鮮 你都如人碼頭雞要吃新鮮的海鮮 剛才剛開的海膽 好棒 還有生蠔 除了生的海鮮 還有海鮮拼盤 我不說太多了 我先吃 大家買完之後 可以選擇坐在露天座位 邊看美景邊探美食 第一次去適妮當然要去適妮歌劇院拍照打卡 近距離欣賞二十世紀最具特色的建築之外 還可以遠望適妮的港灣大橋 超過八年歷史的聖馬荔座堂 是澳洲第二大規模的教堂 外形帶有歐洲傳統歌德式的建築風格 絕對要在門口拍照留念 經過座堂對面的海德公園 再適妮市中心的購物區 附近的George Street, Market Street, York Street 和Jewall Street 匯聚了多個國際和本地的品牌 尤其是去百年歷史的維多利亞女王大廈 還有血拼兼朝聖 血拼完之後接近日落時分 可以去到Darling Harbour 情人港海濱長廊遊走一下 沿途有不少餐廳和街頭表演 可以讓大家慢慢客氣 也可以選擇坐觀光船欣賞景色 待會我就會在這艘船上 一邊吃晚餐一邊看適妮的日落 好緊張呀 觀光船由情人港出發 途經山羊島、港灣大橋、歌劇院、化園島 再經過鯊魚島 最後回程回到情人港 全程大概3小時 船上約有100個座位 大概提供9款熱食和7款冷盤 有青口配蕃茄、大蒜醬汁、新鮮大蝦和海鯊沙律等等 邊享受豐富的晚餐邊看日落 感覺很驚喜 吃飽之後可以走出船艙、吹吹海風 欣賞適妮的夜景 還可以遠望式離歌劇院和港灣大橋 就知道了 沒問題 吃飽啊 我們可以看見 我們嘩嘩 這樣說 我們 gown一華 後來 我們會說 我們會說 我們會說